传书的看怎么写呢 还找到了它的古屋写 还有一些其他器皿上发现这个字 它是这么写的 它分为两个部分 上左这个部分是个什么字呢 是个手字 手字是由贾伯文 贾伯文的手 五个指头 那么下边这个字是个什么字呢 是个木 木的贾伯文怎么写 就是画了个眼睛 还有瞳孔 他的贾伯文的写法比较多 还有这样 大概是个四十五度角的样子 不管是手还是木 都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是什么 就是简笔画 那么看是什么 看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一个动作 它携带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用现代的汉语 它就远跳 它不是就近看的 它是手搭到额头上 折住光线 往远处看的 在很近的东西拿起来 不需要这么看 所以看是远跳 所以你看的这个东西在远处 既然是远跳呢 看到的是什么 观察到的是什么 是整体 好 看字 引申出了另一个意思 看 用声音区分改了 看 看护 你把它看住了 就是说在视线内 在视线内仍然是远距离的 注意整体的 而不是注意细节 现在汉语的特点是 很多词汇呢 是双字组成的 成语一般是四字组成的 这是汉字细气量大重要的一个方法 看见其实在古文字里 看是看 见是见 它不是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又看见 泛指观察和见到 因为组合以后的汉字词汇呢 含带量更大 更抽象 现在讲那个见字 见字如果就写成这样 确实好多信息 我们是不知道 那我们给它复原 繁体字 这个字是有甲骨 一种写法 有一种写 经文 经文是甲骨文之后 在东顶上冲出来的字 看来经文就更具体 我们给它写两种写法 上边就是我们刚才讲过 看见的 看里头的 看字的 这个怒 就是眼睛 下就是什么 上怒 下人 这个字再往前发展一步 传书 传书怎么写呢 再发展一步看书 就写成这样 也就是说 从象形文字是简笔画 以绘画为主导的 发展成为 现代汉字 以画为主导 就把它符号化 把绘画符号化 就形成了文字 这就是借 我们说 在上古时代 古文字的创造者 是极其聪明 还有智慧 人头上这只眼睛 说明这个地方 是重点 我经常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这一代人 小学生的时候 喜欢看的是连贯画 小人书 小人书的特点是什么 一页上一幅画 底下有一段文字的说明 这么一页一页翻着看 可是二三十年前的 新成长起来的 特别一批小男孩 爱看什么叫漫画书 动漫书 打开来以后 一看其实就是一个电影的 分镜头具 一个人 局部的大眼镜 或者一个拳头 然后旁边还画几条线 写个砰 都爱看这样的书 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 当时看这个 有点困难 我们看这个字 就是动漫的概念 就是把这个局部放大了 也可以说它是一种 叫做蒙太奇组合 是一种镜头的衔接 注意这是差不多四千年前的 那他讲的到底是什么 讲的是要见 是细节 所以见就不是看 看把整体看到就行了 见呢 是要具体的去看 所以它是细节 他讲了木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说见 就是人很重要的 要去观察 而不是看 所以我们说 这个人也很有见识 对吧 很有见地 我们没有说过 这个人很有看识 很有看地 这个人很有见解 因为他对局部和戏的东西 他有所了解 我们没有一个词说 这个人很有看解 没有看见 看就是这样 远处瞄一下就行了 敏换 给我们下词 zusammen